現在初一十五呢 來講一講這個 勇家大師的正道歌 一次講個幾句 就不要光彈一些 消災祈福啦 先活顯化啦 讓我們能夠有健康啦 財富啦這些 這些內容雖然 很多人關心的是這個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 很精華的東西才行 因為真正要談正道只有 我們是真的傳道的 真的可以傳道正道的 悟道成道的 只是大家可能對道這種形而上的東西 沒什麼大興趣 而對於形而下的 健康啦財富啦 事業啦前途啦 這些東西可能興趣比較大一點 我相信孔門 72賢人 如果為這個的話不會去追隨孔子 追隨孔子他們都是 公正的一流人才 他們要離開孔子到哪裡都可以 輝煌騰達 但是可見 他們所追求的就是道德而已 好 永迦大師的正道歌 前四句 君不見 絕學 無為賢道人 永迦大師 他是 唐朝的時候 一位大修行者 他去 參訪六祖惠能 只有 一個晚上而已 就覺悟了 叫一宿覺 對 做了一個晚上就覺悟了 後來就寫了正道歌流傳於世 所以他是 非常精華中的精華 很值得我們去深究的 看看人家怎麼正道的 君不見絕學無為 對賢道人 不除妄想 不求真 這馬上 大方向就出來了 道人 賢 賢道人 悠閒自在 為什麼悠閒呢 絕學無為 我們一般人是剛好相反的 要多學多能 對不對 大有作為 大部分人生啊 不管是對自己的期許 或者對下一代的期許 甚至國家對老百姓的期許 也是希望他 學問好 技能好 多學多能 然後 有一番作為 大有作為 所以一生就很忙碌緊張 那怎麼會閒得下來呢 道人一定要很 悠閒自在才行 他有道嘛 我們講一個道人 忙碌緊張的不得了 那有道位嗎 沒有 像仙佛菩薩 神仙 都是非常 瀟灑自在的 你看呂洞賓 有沒有一個很忙的樣子 忙得讀書 忙得賺錢 那 要怎麼樣才能閒呢 很簡單 絕學無為 這個 當然我們詠家大師講了幾千年 你現在隨便跟一個媽媽講講看 叫他小孩子絕學無為 完蛋啦 還得了 對不對 人生還有希望嗎 是不是 絕學無為 剛好和我們 人類的一個教育啊或者政治的方向剛好是相反 不管是政治還是教育 都是要你 多學多能大有作為 絕學無為 賢道人 好啦我絕學無為 我作為一個道人 妄想本空啊 不必除 真如本有 何必求 真如是本有的東西不需要去求 妄想本來是空的 不需要去除 既然是妄想又是虛妄的 他不是真的像一個塵埃在那裡啊 所謂 菩提本非樹 民靜亦非台 這本來無一物啊 如果本來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塵埃我們當然把它掃除 本來沒有的 不需要去掃除 好你這個用心呢 沒有用心之處 一般的用心就是 學習啦 做為啦 修道人就是 用心在除妄想 我們講 絲絲親伏事 掃除妄想 然後追求真如 這下子好啦 沒有著力點 沒有著力點 這個就顛覆了我們的 生命的一個 慣性定律 生命的慣性定律就是 就是先肯定 現在是不好的 然後要經過努力揮越 是不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現在是不好的 越努力就越好 努力學習努力奮鬥越來越好 就算我不追求世間的榮華富貴 我修行也是一樣啊 也是要有一番作為啊 那就要 掃除妄想 但是妄想在哪裡呢 你怎麼去掃除 掃地還說 很現實有個 灰塵可以掃啊 妄想拿出來看看 要怎麼掃除 因為 少了半天它還是存在的 像那個影子一樣啊 不是實存的東西啊 你怎麼也掃不掉的 空有一個影像而已 沒有實存的東西 無明實性 及佛性 我們說好 不除妄想不求真 那要怎麼明心見性 要明心見性就拿努力去 要榮華富貴就努力去讀書努力去賺錢嘛 或者說你努力去經營什麼人際關係嘛 風迎拍馬嘛 走這個 中南捷徑 走捷徑 然後你要 明心見性的話 那你就要 努力修行 要見性成佛 另外一種的努力 努力修行 努力修行什麼 心嘛 我心不好 我怎麼樣把心越修越好 心什麼不好呢 妄想很多 不修怎麼成佛呢 要怎麼樣才能夠明心見性呢 因為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 無明煩惱啊 對不對 我們說什麼是無明不曉得 但煩惱我了解 為什麼會有煩惱因為無明啊 很多人對這個無明這兩個字不了解 但我們都知道什麼叫莫名的煩惱 我搞不清楚為什麼這麼煩惱 有的是明白的 明白的煩惱叫現行煩惱 現行煩惱就是出現在眼前的 我因為 婚姻不美滿煩惱 我因為沒有錢煩惱 我因為身體不健康煩惱 這些都有了你還是煩惱啊 我在說我相信很多人 沒有金錢沒有經濟壓力的啦 沒有健康的壓力的啦 沒有家庭壓力的啦 他還是煩惱 這種人太多了 還是煩惱 這叫無明煩惱 根本煩惱 沒有這個無明煩惱的人 他不管環境多惡劣 明天要死了 遭聞到細死可以 晚上要死 不要說明天了 晚上要死了他也不煩惱 所以 要告訴你的是 無明實性及佛性 佛性在哪裡 就是你眼前這個無明的煩惱的心 你要去如實觀照他 不是你怎麼去修他 如實觀照他 他就是佛性 沒有另外一個佛性 就像一隻手 今天 你無明的人就等於是 顛倒了 反過來用 反過來用一點用途都沒有 杯子都拿不起來 有沒有有辦法這樣把杯子拿起來 拿不起來 對不對 正用就可以拿起來了 不管你是反用還是正用 是不是同樣這隻手 這樣子用叫無明 這樣子用叫佛性 無明 仔細的看他就是這隻手 無明實性及佛性 一念之間 迷霧之間而已 迷了就這樣子用 悟了就這樣子用 所以不用向外去找佛性 就是你現在這個無明的煩惱的心 那就是你明心見性的所在 而且呢 迷了 是長這樣子 悟了 還是長這個樣 他不會變成六隻手指頭 他迷了不會變成四隻手指 他悟了也不會變成六隻手指頭 一樣 完全一樣 無明實性及佛性 只是作用不同而已 作用不同關鍵就在這裡啦 幻化空生 世法生 其實我們人啊 所有無明煩惱 都建立在這個 建立在這個身 對不對 有這個身體啊 還有身外之物啊 這身體就需要身外之物 不能光有身體 身外有人物啦 食物啦 財物啦 對不對 以前人重視的是食物 名以食為天 還有人重視是人物 我光有飯吃 身邊都死光了 活的有什麼意思 還有人是重視是財物 極雄厚啦 極雄優好了 有錢什麼都好了 有錢呢 食物啦 人物都有了 很多人有這種觀念 但是一個前提就是 先有這個 身體 很多人 無明煩惱 都在這個上面 這個身體還有身外之物 就是這樣 身內之物 身外之物 擔憂就這個啦 擔憂就這個 遲早要報銷掉的身體 所以 煩惱就煩惱在這啦 為什麼煩惱 就為這個煩惱 老子講得很好啊 人之有大患 再無有身 人有大憂患就是因為有這個身體 若無無身 無有何患 我沒有這個身體我還有什麼憂患 還有什麼擔憂的 有什麼痛苦的 所以 要向這裡悟 這個身體 就是幻化空身 這個身體就是幻化空身 我們做佛性不是很抽象的東西啊 佛性就等於是法身啊 我們做佛有法身 金剛不壞 遍滿虛空 這就是所謂的飛龍在天 力見大人 大人出現 飛龍在天 所以 佛不是沒有身體他有法身 但是法身在哪裡 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但是當你看到他的 幻化不實的時候 虛幻的變化 這個身體是不是一直在變化 在虛幻 虛幻變化 然後身體跟外在的因緣 修妻與共 有一種很綿密細膩的互動的關係 所以身不由主的在變化之中 好像雲在變化一樣 好像雲在空中變換一樣 好像 這個波浪在海裡面翻腳一樣 身不由主 幻化空身 這個呢 就是法身 有法身現前 當你看清楚這個身體是幻化空身的時候 真正悟了你就無所執著了 你不需要去什麼 除妄想 也不需要 一般人我們 多學多能也是為了讓這個身體更好 對不對 讓這個身體呢 有更好的前途嘛 有更好的前途 然後 不是說 老子講的若無無生 無有何患 不是說我要消滅我這個身體 不是 你要察覺它 本來就是虛幻 這個身體本來就是虛幻 不用 不要再費心為這個身體打拼 這一念之間 法身就現前 一念之間就民心見性 佛性現前 你就會發現 法身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這個色身 才會 來來去去 忽有忽無 因為它是幻化 這幻化空身 法身如果是大海 幻化空身就是波浪 所以說波浪是不是等於大海 波浪等於大海 大海等不等於波浪 大海不等於波浪 為什麼 大海等於波浪的話 波浪消失的時候大海就不見了 是不是 所以說 色身有起滅 色身有生滅 法身無生滅 波浪有起伏 大海無增減 波浪有起伏大海無增減 所以你要在色身裡面看到它背後的法身 你看到它的幻虛幻 變化 空 你就看到法身 所以看到波浪的時候你要看到大海 當然每個人都看得到 對啊 每個人在看到波浪就看到大海 不會只有看到波浪看不到大海 沒那麼笨的人 但是我們看到色身的時候我們都沒有看到大海 都沒有看到法身 都沒有看到法身 所以 前世句 關鍵就在這句啊 要悟向這裡悟啊 幻化空身 是法身 你看到法身 法身需要你什麼 著力啊 法身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不生不滅 無量壽 不夠不淨 無量光 不增不減 無量功德 無量光無量壽 無量功德 這是形容阿彌陀佛 也就是你的法身 從哪裡進入啊 就從你這個色身就可以看到了 因為這個色身就是法身構成 這個法身構成 色身變來變去 法身是不變 在這裡好好的參悟一下 不要看到色身就光想到說他可以活多久 然後呢 他可以得到什麼待遇 他可以過什麼樣的生活 大部分人擔心的就是這個 他可以活多久啊 他要住哪裡啊 他要吃什麼 他要穿什麼 很多人一輩子就為這個 為這個在煩惱啊 為這個在努力啊 為這個在擔憂啊 甚至為這個在爭執啊 為這個費盡心機啊 機關算盡啊 大概很少有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 看到 幻化空身 赤法身 你要見性 就是要見到法身 也是一樣為這個身體 也是一樣在看這個身體 角度不同啊 就像我們說 一樣用這隻手去拿杯子 對不對 角度不同 你用這個角度就拿不起來 只能把它推到桌子下摔破而已啊 只能捅皮肉而已啊 一反過來就可以很精準的去 取用這個杯子 同樣面對這個身體 不同的角度 一個是聖一個是凡 一個是菩薩 一個是眾生 一個是道人 一個是俗人 絕學無為 賢道人 相反的 多學多能啊 不是賢道人 是忙俗人 忙碌的俗人 就這四句 簡簡單單 前兩句 顛覆了我們的人生觀 絕學無為 第一句顛覆了人生觀 絕學無為 第二句顛覆了羞恥觀 不除妄想不求真 第三句第四句 告訴你 要怎麼樣明心見心 跟世俗的人一樣 也是在盯著這個身體 只是要看穿他看透他 而不是被身體奴役啦 我們一般人就是被這個身體奴役啦 做身體的奴才 對他不夠了解 對我們的身體不夠了解 被他奴役了 好 有沒有什麼疑問 四句 下次再講四句 保證你 一句比一句枯燥 一句比一句聽得難受 每一句都在顛覆你 每一句都在違背你的想法 又把我們生生世世以來 架構好的整套的 這種 人生觀啊 價值觀啊 社會觀啊 政治觀啊 教育觀啊 全部推翻 一層一層的推翻 抽絲剝繭 沒有一句是我們 從小受教育得到的概念 沒有一句 我以前不太喜歡講這些 因為 因為大部分人要聽的是 修道有什麼好處嘛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好處就是我身體有什麼好處 要多講這種最好的 大家最愛聽 越修越健康 越修越有錢 最好的 其實我也很會講這個 因為道場中這種例子也非常的多 祈福消災的例子非常的多 但是終究呢 我們要有願景 我們是要化娑婆土為蓮花幫的 那就要 鎖定 這種 飛龍在天的大人 要讓他知道我們道場是可以讓他飛起來 鎖定那些潛龍啊 潛伏在人世間的龍 他發現可以飛起來 他就進來了 好 我們就講這一段